那你先洗个澡吧 一会儿过来给你换药 小心水别沾了伤口 会感染的 知道 直播 那天是我太多不好 我向你道歉 这么说就见外了 洗澡吧 等欧阳回来 一起出去吃饭 好 找柜的 我想做几件衣服 好好好 路上还顺利吧 我这有上好的布料 这边请 好 我这边就要是 你不一定会有 那我先去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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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你是个明白人 就凭你的经历 即使你立了大功 回到他们那边 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给你吃的 我不会 不会回去 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 可我怎么过去呢 别的我不担心 我就怕被人认出来 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那是老皇历了 睡过境迁 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 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 别嫌我说的难听 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有一点我敢肯定 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 如果我推测的不错 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 不过 我暂时放他们一马 为了计划的成功 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 你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不过 你对他们的安全 我们好坚强 你不能上网 这话 重新的 把他的 好 谁 谁 刘涛 是我呀 志伯 换药吧 看来恢复得还不错 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 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谢了 志伯 为我这伤 你可真费心不少 别这么说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 我能想象得出来 所以我一直坚持 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何信兵对得牢房比 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你还坐过牢 不 我是说 要不是你们营救我 还手是准强于是 你索尚看可不可以 而是在 there 墓洋最后 ży得赢了 以为那种精神 看还是多达 否则 探索 人 听过去 请 走 您 我 你 然后 你 我 你 特派人想尽快进山 把工作开展起来 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 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那我您也进山 让支队呢明天呢 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人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担心会出问题 这事我知道了 四十五号 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 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你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 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剩下的事 由我来安排 江州汽车修理厂 我记住了 我会把一切 做得天衣无缝 你再坚持一下 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行使 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 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有科长的安排 我就放心了 再见 喂 给我接通 吴红江州汽车修理厂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 对吧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立志伯 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 刚跟他一见面 他就莫名其妙地被人给杀了 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云飞 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 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 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 你怎么劝我的吗 你说我们都是男人 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 是这么说的吧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现在还没到时候 什么叫没到时候 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 你说 凭我的直觉 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 行了 出去吃东西吧 走啊 饭总是要吃的吧 你自己去吃吧 我没胃口 那我去叫刘涛 等等 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箱子里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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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 这次故地重游 我想四处看看 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 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 不能率心而为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 可觉得一个人太闷 你回来得正好 陪我去江边走走吧 好吧 进山的路谈定好了吗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晚上江南之队会陪人来接你 这一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 你的伤又没有痊愈 自己要多保重啊 放心吧 柳桃 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说实话 欧雅 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动摇的念头 好 比方说吧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 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 条件十分优厚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 可暗光火 无动彼处 我是说 你有留美的履历 我想 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别瞎想了 即使是战争结束了 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可战争什么时候都结束了 刘涛 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 你是中央的特派员 肩负重力 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欧雅 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 自从我们分开 你就一直给我担惊受怕 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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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实际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скорее 出声 conversation 别让他送回去 他买类的 这些女生还得以后 魅雅 bunu 31 手 老张 吴湖那边怎么样 老许昨晚来了电话 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 要是快的话 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那太好了 玉林大姐 先生被害绝不守然 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我也是这么讲的 老张 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 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我正在想办法 大姐 最近风声很紧 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好啊 走 来 这是什么 是先生最后接收的一份电文 老张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 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不对啊 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 他 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那 那 这特派员是什么 france 介绍他 嗯 啊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那 我们赶快去五湖吧 好 走 喂 找谁啊 请问和坚先生在哪 我就是啊 你好 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 我姓周 周大夫 我见过您啊 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火速送到 是的 火速送到 李先生您今天 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那好吧 何俊 谁的电话 医院的周大夫 周大夫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 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 让我火速送到吴湖 交给博士 这么严重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 咱们啊 别再像上回那样 让马云飞那小子 再给我一拳 废什么话 走吧 是你自己要去的 不关我事 你看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从这条路 可以到达严丝阵 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走公路安全吗 这不是公路 是一条废弃的救世关道 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法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如果顺利 今晚就可以出发 很好 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 是不是抓紧时间 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 顺便加满油 那段路 路况不是很好 这个我来安排 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 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那好 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最好能让直播一块去 这样安全一些 好 那我去了 这里什么东西 我哪知道 周大夫说 非常重要 天黑之前 我们能到五湖吗 没问题 有人吗 有人吗 够静的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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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修车吗 别动 知公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个人我还真认识 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 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 我明白了 我们暴露了是吗 不是 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谁啊 允飞 如果说这之前 我的一切想法都还是推断的话 那么现在 我相信所有的推断 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直播 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 我只想知道事实 谁把我们出卖的 马亦飞 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一定要冷静 你先帮我做件事 你先帮我做件事 天都黑了 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欧阳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直播他 他怎么了 被车给撞了 走吧 走 那边 走 欧阳 走 快开车 唉 志伯呢 李志伯 金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靠岸 东西拿来 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 欧阳 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 今天要对他宣布 也是对你宣布 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遇害的真相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我知道 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 当然 揭穿这个真相对你 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都是非常残忍的 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那也好 当着大家的面 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 我对刘涛的怀疑 是从那天 为他押惊的晚餐开始的 大家一定都记得 那天晚上刘涛说 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 就遇上敌特的跟踪 是啊 结后遇生 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烧了 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 可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再度上 min 上火车不上 抗热 她的家伙计 我應該已经是过显断了 我更加了 世界小竹 我自己都怕 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造了遭夕的现场 不好 直播 这不是真的 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事件报告 做出的鉴定 直播 对不起 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 欧阳建平 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 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 我想问问 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谁 岳飞 不 这不是真的 事情并没有完 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 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 在劳张家的时候 他莫名其妙地失踪 到了屋湖之后 趁着你外出找劳许的时候 他再次失踪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 这次故地重游 我想四处看看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 而是背着我们 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克联系 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 通过你 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 检修汽车 我记得城南 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那好 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好 最好让直播一块去 这样安全一些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 采取的借刀杀人之机 意外没有造成 刺客就直接动手了 何见高喊 这张难看的脸 你们大概不陌生吧 怎么会是这家伙 欧阳 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呢 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刘涛背叛了民族 背叛了共产党 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枪痴情 我敢断定 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 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智博 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吧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 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又怎么解释呢 我来解释 欧阳 你看看这个吧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欧阳 法解释 不想 胡亚 我 我有点急事啊 我有点急事啊 是吗 可我的事情更急 是不是直播他 是吗 上车吧 欧阳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不是连夜进山吗 我们不进山了 不进山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日子 江南阴雨天 天挺好啊 这些日子 都没有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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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说我也糊涂了 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 而冯先生的死 住手 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嗯 有点 有点 你 云妃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刘涛 你别再言谢了 欧阳 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啊 刘涛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配员 已经平安地进山了 刘涛 刘涛 可死你 所以这死的时候 刘涛 这张懿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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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暂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远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你帮我走 刘涛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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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死 我活着就是想见你